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表小姐的西域咒术里面 可发现什么端倪 不知道娄公子看完之后 有何想法 表小姐当初答应在下的婚约 自然是不得已 可是到如今 我想我们已经没有把婚约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作词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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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姐姐不见了以后 我爹就把自己关起来 一直在闭关修炼 这太鼎上 只有一个冷冰冰的萧儿 要不是小师妹 我真的要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或许你姐姐也是这么想的吧 为什么 我随口说的 你别在意 我希望我姐姐过得比我好 你爹娘知道 你姐姐是被谁带走的吗 我爹应该知道吧 为什么 他闭关的这些年 我去找过他 我问他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去找姐姐 他总是说时机还没到 时机还没到 那什么时候才是好的时机 什么时候才能和姐姐团聚 他又不说话 我都好久没有跟我爹见面了 你爹 也算是名满天下的高手 怎么会把自己 逼到如此锦定 我爹自己都觉得打不过的人 带走我姐姐的人 一定是很厉害的人物吧 如果你姐姐现在出现在你面前 你还会记得他吗 记不得了 所以我才讨厌我自己 如果我记得 如果我是一个武学奇才 说不定 我就可以把我姐姐 带回太乙山了 你呀 你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不是吗 所以我才有这种无力感 每天在这太乙山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团聚 现在连小师妹也被带走了 今天 幸好还有你 我真羡慕苏然然 有你这样的好姐妹 我们也是好姐妹呀 你呀 总是这么见外 好了 咱们下去吧 今天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好 最近有没有觉得 我的厨艺见长啊 等小师妹回来 她一定会很惊喜的 不对不对 她都要嫁人了呀 你呢 我 你别逗我了 谁能受得了我呀 总会有人爱你的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怎么了表姐 既然决心嫁给秦朗 为何还是无法在你脸上看到笑容 没有啊 秦朗挺好的 她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是你若不跟从自己的心 而过于随意地决定你的人生 那表姐是不是可以问问为什么 表姐 我如今想做的 就是忘却 忘却 忘却你已然忘记的梦中人 还是那个让你伤心的日萱 我不知道 自从阿儒死后 我再也没有做那些梦了 阿儒没死之前 我总以为 就算别人说她是大魔头 但是在我这里 她是个好人 可是我错了 她连阿儒都杀 她还只是个孩子呀 那她为什么杀阿儒 她跟我说 阿儒本来就死了 可是 她明明还会动啊 她只是被那个琳琅 给控制了而已 那当时的阿儒 是不是很奇怪 阿儒 你受伤了 阿儒 阿儒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阿儒 快住手 当时我怎么喊她 她都听不见 然后拼命地拿剑要攻击我 如果真是按你说的那样 那么日萱说得没错 阿儒确实已经死了 而日萱的所作所为 只不过是让阿儒更早地入土为安 什么意思 是 西域周术里有一篇记载 关于傀儡师的描述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阿儒就是在死后 被人制成傀儡师 而日萱 一是为了你 二是为了让阿儒姑娘 更早入土为安 所以然然 你错怪她了 一步 没有 不应该 有不能 一步 几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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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姐 我没事 然然 你与日轩的事 我不便多问 但是你要记住 在这个世间 没有什么感情是不容于事的 只有不容于心的 然然你怎么了 头好痛 然然你等一下 你去找二表哥 我头好痛 想你等下 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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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便了 我说你这个人 我现在来说 我会把你拒绝 还打开 我去找三个人 我咱们 帮我去找三个人 你把你拒绝 我把你拒绝 我来说 你把你拒绝 你会弄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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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月亮花种子成熟之日 越来越近 你的伤怎么办 我自有分寸 该死的萧儿 活该你一个人 活该小师妹不要你 谁会要你啊 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离开了 金天姐姐 琳琅找你 找得好辛苦呢 你起来吧 交代你的事情 你未办好 我只好自己过来 可是 金天姐姐 并不是琳琅没办好啊 是幽护法阻挠琳琅的呀 姐姐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了才好呢 你如何得知我在这里 姐姐 虽然琳琅天生没有痛感 但是 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看到琳琅脸上这个伤疤 姐姐 你怎么也不问问呢 琳琅好伤心啊 琳琅 琅琅 你果然还是最关心幽护法呢 可是 姐姐你可要伤心了呢 幽护法去京城 找她的小心杆了 姐姐 你来太夷山 也是因为月亮花吧 这幽护法 可是誓死要护着月亮花呢 你说怎样才能拿到这世上 唯一的一株月亮花呢 她果然在京城 哎呀 姐姐 你可知 幽护法可把为她的那个月影了 为了她那个月影 恨不得把新窝子都掏给她 可是那个月影呢 明明什么都不如姐姐你 却仗着幽护法爱她 就打她 骂她 撵她走 还想杀了她呢 一点也不给幽护法好脸色看 真是狼心如水 窃心似铁呀 姐姐 琳琅觉得呀 这样的女子还不如杀了呢 你要是该杀了她 我一定杀了你 哎哟姐姐 我好怕呢 不过你放心 琳琅啊只是说笑呢 可是姐姐 琳琅真替你感到不值啊 你说你心心念念为幽护法好 可是她呢 她甚至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呢 住口 你 姐姐 你知道公主 为什么一直都不喜欢你吗 因为你呀 就是心太软 明明喜欢幽护法 却连说已经喜欢你都不敢 幽护法自从知道你喜欢它 对你 可是躲避不及呢 那又如何 也是 姐姐你爱她爱得那么深 根本 就不在乎能否得到了是吗 住口 姐姐 想来 公主出关的时间也快到了 京城的人都在找我 我就回玉林宫去了 是雪 jed 他 必须 怎么做我是水红颜的土地啊 诶 雪 啊 成全你了 师父 求求你了 别再打了 你快走 别说话 师父 我是不是会跟你一样 穷而不得 永远都等不到他 真是气死我了 怎么了 你说 同样是一起长大 区别怎么会这么大呢 到底是谁让你那么生气 还能有谁 那太鼎上 那冰山呗 香牧尘 估计这冰山 只有见到小师妹的时候 才会被融化吧 我也很想见见她呢 你见到小师妹 你一定会喜欢她的 她呀笨得跟猪一样 整天迷迷糊糊的 在太乙山这么多年了 还老是给我迷路 就说上次吧 她那几个哥哥 抓她回去成亲 我告诉她 下山又转又转 她还能给我左转 最后就被她那几个 妖魔鬼怪的哥哥 给抓过去了 真是操碎了我的心哪 她还真是有点糊涂 是啊 说起来 我都好久没有见她了 还真有点想念她呢 妹妹的病 二哥不是说已经好了吗 这都几个石上了 怎么还是昏迷不醒啊 冉冉的烧已经退了 妹妹昏迷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 我跟她说 没有什么感情是不容于事的 只有不容于心的 不容于心 这跟妹妹昏迷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她自己的心魔 除了她自己 没人能帮得了她 心魔 什么心魔 那怎么才能去除心魔啊 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舅舅舅母 我知道早晚瞒不住 那秦家知道吗 秦朗知道吗 正因为知道 所以我才感激老秦 至于秦朗 自然是不知道 那她忘记的那段记忆 究竟是什么 这 天儿 其实我们也并不知情啊 天儿 冉冉现在的状况 跟她失去的那段记忆 有关 天儿斗胆猜测 冉冉的病 之所以总是复发 跟她拼命想要记起之前的记忆有关 先前她跟我说过 她的梦里有一个人一直在等她 她才这么排斥跟秦二公子的婚事 在她昏迷之前 可能我的某些话 让她想起了那段记忆 什么 什么 三年前 素女用三根金针封住了冉冉的图 可是她说并没有什么大碍呀 还说只是会失去一些记忆 就是让冉冉在太乙山上休养 切勿过多走动 素女师父还说 她那段以往的记忆并不重要 可是对表妹而言 那段记忆或许能要了她的命 小师妹 你放心 就算是二师兄粉身碎骨 也一定会让你恢复健康 在这里 只有我们俩 二哥 你到底行不行啊 你要是不行 我就去求皇帝舅舅 让她派御医来给妹妹看看 老七 你别着急嘛 妹妹这是心病 什么心病啊 心病哪里会昏迷不醒呢 你明明就是医术不行 还找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 或许这次妹妹醒后 我真该去游历学习医术 不然以后怎么给妹妹看病 你想知道 她是谁吗 你想知道你是谁吗 你只要过来我身边 我都可以告诉你 我是谁 你是谁 她又是谁 妹妹 你可受醒了 你终于醒了 二哥 七哥 妹妹 你吓死哥哥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还说呢 你都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了 你要是再不行 我就去你二哥的医馆 把他的牌匾给砸了 七哥 你干吗这么冲动啊 我又没什么大事 妹妹 现在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没事 二哥 害你们担心了 妹妹 表姐说你是毫无征兆地昏迷的 说 你是不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受了什么伤 七哥 你放心吧 你看看我 不是好好的吗 好什么好啊 你看看你 都这副模样了 我上辈子真是欠你的 这辈子 要不你操碎了心 怎么样 睡了吗 喝了二哥的汤药 刚睡下 那 妹妹说了些什么 什么都不肯说 也许 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吧 什么意思 三年前的事情 你们还记得吗 三年前 那次爹娘从太乙山回来 就愁眉不展 也不许我们在上山探望妹妹 你的意思是 娘瞒了我们一些妹妹的事情 可是娘亲不是说 因为妹妹的师父 带着妹妹闭关修炼的吗 那些都是说辞 妹妹的武功修为 你我都很清楚 这次把她接回来 她时常昏迷 我怀疑 这些都跟三年前的事情有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会让爹和娘都闭口不提 我去问娘 慢 也许连娘亲也未必知道吧 希望舅舅舅母 能重新考虑 冉冉与秦二公子的婚事 天儿先退下了 好 这可如何是好 事到如今 难不成还能反悔吗 冉冉既然已经遗忘了那段记忆 就回忆起那段记忆 会要了她的命 我们绝对不能让她记起来 我的女儿 你说到底是哪个男人 拐走了我的女儿 让我知道她是谁 我一定打得曾乱立赵雅 看来婚事不能再拖了 或许嫁给秦郎 就不会想起那段记忆 或许会安全一些吧 我的女儿 命运怎么这么坎坷 你不想起这段记忆 那你会不会想起来 早安 娘 娘 冉冉有话想要说 冉冉乖 有什么话等病好了再说 再喝口 娘 可不可以 不要让我嫁给亲老 女儿 乖 现在好好休息 先别想那么多 娘 爹爹 女儿本以为 可以接受亲老的婚事 答应你们的安排 从此相夫教子 握好一生 可是冉冉的梦里 一直有一个人 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她一次次地告诉我 不要忘了她 千万不要忘了她 可是我现在不仅忘了她 我还要嫁人 娘 其实 我也想和你一样 平平淡淡 相安无事地过好一生 可是这样 对亲老是何其的不公啊 对我已经忘记的那个人 又是何其的不公 然然 你说的这些 娘亲都懂 可是娘亲的心 可是娘亲的心 你又能懂吗 娘 娘 爹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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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然 你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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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然 你梦里的那个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什么背景 你知道吗 然然啊 这门亲事 还有不到半个月了 京城上上下下都知道 将军府要跟丞相府结亲 在这个节骨眼上退婚 对秦郎 不公平吧 这也都怪娘 让你从小齐毒缠身 养食无矣 受了那么多苦 娘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你早一点嫁人 嫁个好人 有一个爱你的父君 可以保护你 宠爱你 娘 娘 这不是你的错 娘 爹爹 为什么人生 有那么多的身不由己啊 也不离世 那依你所见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还不容易 想我岳峰 那可是太乙山的首席弟子呀 那我只要振臂一呼 那就有八方之缘 我现在就飞鸽传书 给我的师兄师弟们 让他们下山抢亲 我要把然然重新带回太乙山 大家现在还是赶紧想想 如何应对冉冉的婚事 大家不用担心 妹妹肯定是有个心上人 才不想成亲的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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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神仙 可是我知道 反正不会是秦郎 废话 难不成 我们真的要去抢亲哪 这个问题嘛 其实我也想到了 如果妹妹要是真的不愿意 必要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用非常手段 对 我们 可以这样 慢点 慢点 来 来人哪 来人哪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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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这个 可是我给妹妹新做的嫁衣 你们怎么不搬出去呢 快快快 搬出去 搬出去 这箱子怎么这么沉呢 是啊 不是说是嫁衣吗 就是啊 这 或者我们可以 这样 没什么样的 非常好 厉害 来人哪 对 你 啊 我 看下来都不太烫下了 小师妹 小师妹 我来了 小师妹 我来了 小师妹 小师妹 九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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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带我走 好 小师妹喜欢的人不是你 他跟你在一块儿 是不会幸福的 我要带他走 小师妹 走 回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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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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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想出一个万全的方法 帮助妹妹逃离婚事 你说前几天 他跟秦朗逛荷花园子 怎么突然就不愿意了 想通了呗 之前还不是因为屈服于你 我女儿不愿意 我更不愿意 明天你去告诉秦朗 说冉冉身体不舒服 看她什么反应 我女儿是大家闺秀 你怎么就 你就数目蹭光吧 回头冉冉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跟你没完 把事情办好了 不然从今以后 你就在客房睡觉 走 冉冉 您怎么样了 秦朗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生病了 就赶了过来 你怎么了 是受了风寒 还是哪里受伤了 我这里有治疗风寒的药 有创伤膏 有治疗头痛疾病的 还有心口痛疾病的 你笑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我没事的 真的 最近京城不是很安宁 你们是不是很忙啊 其实还好 前些日子 月灵宫的人到了京城 死了几个人 可是最近 又笑声匿迹了 你们一定很辛苦 倒也还好 然然 这段时间你就好好在家养病 哪里也不要去 实在要出门就告诉我 我过来陪你一起 没关系的 你看看我 虽然武功不太好 但是保护自己 还是可以的 看到你这么有精神 我就放心多了 这个 是我从护国寺 特意为你请的平安符 希望你能早日康复 谢谢你啊 六个月 如果你们想喝了 你才会喝了 你呢 好 那你先去忙吧 琴郎 是个好人 你才能喝什么 太 Organized 有什么 三年来 你还不死心 还想着为你哥哥报仇 爹 从始至今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 眼下你马上就要成亲了 就算你不为爹考虑 也该为小冉冉考虑 你这么执着于找月灵宫的人复仇 这就算你不为爹考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估уд 忍着 pedir惊初 你也认为舅舅勒 大家如何 抓住抣 记得 tewy 扛